减肥减了90多磅啊 今天实在忍不住了 想喝可乐吃炸鸡了 今天啊 咱去一家全美最好的炸鸡店之一 叫Popeye 咱们现在就走着 到了 你猜对了 就是他Popeye 这路易三娜风格的这个炸鸡 个人认为啊 比肯德基要好吃不少 可能是因为肯德基太咸的缘故啊 不符合我的口味 我说的是美国版的 啊 今天中午人没有太多 正好我要一份我的 Do you want four piece combo? Mash potato with drink, right? Yeah Combot or just sandwich? Just sandwich Just sandwich And a piece nugget? But I want some barbecue OK All right 22块钱 我的汉堡鸡肉已经来齐了 开吃准备 美国这边啊 在店里吃都是无限虚杯制 看到了吧 啊 而且你要喝这种东西吧 一般来说吃他们南方的东西啊 啊 你一定要喝这个东西 叫做胡椒博士啊 这儿的可乐不是最受欢迎的 在南方 胡椒博士是最受欢迎的 一种你特别清凉的饮料吧 喝着 特别甜啊 比个人觉得比可乐还要好喝 啊 可能是我个人比较喜欢 这个配着好拍才这么多 咱们今天啊 就来试一试他的这个炸鸡 好久没吃了 以前其实给大家拍过这个白白鸡 香啊 往里面放点番茄酱 这是吃炸鸡的灵魂啊 同志们 没有这个灵魂 我感觉自己都已经不是我自己了 哦 哇 好多哎 先拿一个 嗯 口感绝对是要比那个肯德基好的 我说几天于美国啊 因为肯德基的口感呢 特别的咸 没有他的口感脆 一般来说来过美国人 都更会喜欢吃这个婆派一点 我估计啊 他也跟这个出产的地方是路易三纳有关系 那大家知道吗 炸鸡是一种黑人朋友喜欢吃的东西 包括这个DUKP也是黑人比较喜欢喝这种饮料 所以说他出产路易三纳之后 再加上路易三纳就是美国最会做美食的一个地方 就是啊 这个整个的路易三纳 比如说美国的小龙虾什么都是挺大的产出的 啊导致他那个地方炸鸡非常的美味 啊非常美味 活过来了 啊现在胃小啊吃不了那么多 啊但是咱多吃一点 嗯 嗯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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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的炸鸡里面 特别的棒 特别特别的棒 吃那个炸鸡呢都用黄油矿过 吃起来一点都不柴 即使他最大块鸡胸肉吃起来并不柴 而且我感觉他家的土豆泥 做的非常好吃 看这个土豆泥 还冒着热气看了没 我我记得啊 就是这家店应该在咱们国内也有 因为我知道很多的这个美食啊 就美国的这个连锁呀 拿到我们国内呢 都经过了国内人口味的改良 但是有些啊是特别好吃的啊 有些其实大量的是越改良越好吃 你像比如说麦当劳肯德基 我感觉因为我吃过嘛 我感觉都比在美国的好吃 而且好吃很多 嗯但是白白鸡我没吃过 我不知道 能改良成什么样 但是美国这个我觉得应该是 就美国的这个白白鸡 就他原装的卢尼三纳 这个应该是天花板啊 应该是天花板 我觉得这个改良 你能改良出很多菜式来 但是你要把它炸鸡本身 再改良的很好吃 几乎不可能 啊 太棒了 看水 最饿的朋友们 我这人吃相特别不好 我专门挑这个没人的时候来 而且他家的鸡块绝对是一绝 以前我以为啊 这个麦当劳的这个鸡块 已经是天花板了 结果我吃过他家的鸡块 我才知道原来麦当劳不是天花板 我又不是他家这个怎么做的 哎 怎么这么好吃呢 这不咸你知道吧 这种炸鸡 在美国很多炸鸡都非常咸 这么多炸鸡 炸鸡 它最大的厨 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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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我去咬看 你吃 你吃 你看看 你吃 看 你看看 你吃 你吃 你看 看 看没看没 最过最过 小肉串强过 减肥心中流 太碎过了 差不多解决了一半 现在按照我现在的食量啊 就已经很撑了 撑的已经开始顶了 四块已经被我解决了将近三块 看吃剩下的团炸 好 啊 啊 舒坦 太舒坦了 好久没这么放动过了 其实也无伤大雅啊 反正现在吃不太多 明天 明天 要不然明天再吃一顿 其实也不错 嗯 现在吃不难受 但还是把它吃一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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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来吃一顿炸鸡啊 以后有什么有意思东西啊 再分享给大家 好吃的美食再分享给大家 司令虽然说现在胃不大 但是架不住嘴馋 是吧 行这期就到这儿大家拜拜 好 好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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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